佛光照大地 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爱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德国 为了缅怀星云大师 国际佛光会柏林协会 日前举办追思会 邀请到了四位的佛光人 一同话说星云大师 而柏林佛光山也举办了 读书会 住持亲自 带领着佛光人一起阅读 星云大师写给图众的 一封信来感受大师的 慈悲智慧 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 我也没有见过星云大师 没见过星云大师 却被他的慈心悲愿给感动 成为佛光大家庭议员 国际佛光会柏林协会 第一场话说星云大师追思会 副会长唐雪峰 邀请四位佛光人同台开讲 聊聊记忆中的星云大师 那小法师就告诉我 他对我有一些鼓励 我就觉得很震惊 就是本来就是一件很小的事 为柏林佛光山剪辑短片 获得大师赞赏 让佛光人受宠若惊 一连串精彩分享 让现场和线上超过六十位听众 获得满满感动和力量 发行继续实践人间佛教 现在我虽然带走您对我的尊重 带走您给我的缘分 柏林佛光山助持 亲自朗读星云大师 写给图众的最后嘱咐 带领佛光人透过大师真诚告白 感受大师人生智慧 就连德国当地人也参与其中 而四位佛光干部也化身带领人 协助大家展开讨论 并且上台分享心得 借由温馨读书会 缅怀永远的人生导师 云瑞是德国柏林总和报道